我們馬上來看看常見的六個基本訓練動作的錯誤有哪一些 第一個動作Squad 蹲的動作 Squad是一個非常基本的訓練動作 但是有很多可能是新手不知道該如何執行 做出的錯誤有這些 膝蓋蹲的時候會內巴 或膝蓋過度外巴 屁股沒有往後蹲但膝蓋往前 這些都是非常常見的錯誤 可能是新手不知道該如何執行 或者是一般通常常見的我的學生是半公主或者是女生 這些動作都很容易的可以糾正過來 正確的執行方式是 雙腳站在屁股的外側 腳尖對前方膝蓋對齊腳尖 把屁股後推 你也可以再把你的腳站更寬 當你站寬的時候你的腳尖會稍微朝外一個小小的V字形 一個形狀 然後膝蓋呢一樣要對齊腳尖 屁股往後蹲 屁股往後蹲 你找到自己的中心點 再站直 現在艷陽高腳 31度耶高雄 超熱的 第二是伏地挺身PUSH UP PUSH UP的動作同樣是非常基本 非常的常見的動作 只要你會做了正確的PUSH UP 很多變化你可以加入到PUSH UP的動作當中 PUSH UP常見的錯誤有 常見的錯誤有 然後你試著把你的手肘往左右兩側打開 這是錯誤的示範 第二你的掌心朝外 這也是常見 第三 手肘往左右兩側打開 這樣子會導致你的肩膀很不舒服 再來 屁股太後面了 你的肩膀在掌心的後面 然後你在做膜拜的動作 那正確的PUSH UP要該如何執行呢 第一 雙手的距離 雙手距離肩膀的外側 然後再把你掌心往下移 它剛好在胸的兩側 所以胸的兩側 肩膀的外側 這樣子的寬度 會讓你的肩膀 以及胸肌鍛鍊的更好 更有效 雙手在肩膀的外側 把身體往前推 好讓你的掌心在胸的兩側 手肘彎曲 手肘形成一個45度 4點鐘與8點鐘的方向 4點鐘與8點鐘的方向 4點鐘與10點鐘 當你執行正確的動作 你做了好幾次 你就開始感覺它的效力 第三 棒式 我之前有做過一個正確的棒式執行 但是我今天要講一下 錯誤的棒式 常見的錯誤有哪些 第一 是你的腰椎 非常的重要 常见的错误呢 棒式 屁股太高 肩膀已经在手座的后方 常见的第二个错误 腰塌陷 然后翘臀 导致你的腰非常的不舒服 要将你的棒式做到正确 至少你的动作执行不会危害到你的脊椎 第一 你必须夹臀 第二 肚子收紧 然后把你的背 整个身体的背后形成一条直线 第一 把腿伸直 然后夹臀 挺胸 让你的背形成一条直线 夹臀以及肚子收紧 就能够大大的提升你的动作执行 我们在来这边玩哦 他们要来这边玩了 赶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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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弓箭步 lunges 这个动作会让你又爱又恨 我一开始在做 lunges 弓箭步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讨厌弓箭步 但是我告诉自己 越讨厌的动作呢 你越需要去练习如何去执行 正确的去执行 那在弓箭步常见的错误呢 有 走 双脚的步伐太窄 导致你膝盖弯曲 膝盖会往前移动 这是错误的动作执行 当你站回去的时候 你的脚跟会放回去 这也是错误的动作执行 如何正确的做弓箭步呢 第一 你必须把你的双脚站很宽 一前一后大约有一公尺 如果你是腿长的 你的距离还要再更远 第一是距离 第二是用你的后膝弯曲靠近地板 我们马上来检查动作 让你的双脚一前一后大约一公尺 尾长的再往后 你的左右脚要分开大约是宽的宽度 避免站成一条直线这样子很难去平衡 所以双脚分开左右脚 然后把你的前后脚大约一公尺 后膝弯曲 后脚跟一直都离开地板 后膝弯曲直下直上 让你的身体形成一条直线直下再直上 记得你的后脚跟是离开地板的 一旦你把后脚跟放回去 你的身体的动作就会变成一前一后 中午了 小朋友要回家了 我现在可以做我的影片 接下来是Side Plan Side Plan是侧边的棒式 侧边的棒式呢 常见的错误有 腰塌陷 身体没有形成一条直线 常见的错误 手肘太远 然后称不起来 腰塌陷 侧边的腰塌陷或者是宽调的地板 然后呢 屁股在后面 身体是歪的 正确的直行呢 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 先把身体摆成一条直线 上面的脚放前方 把腿抨紧 屁股夹紧 然后用你侧腹的力量把宽推上来 当然你可以用手臂支撑 先帮助你完成动作的形状 好 完成动作形状之后呢 你可以用你的侧部 将你的宽推向天花板 你可以插腰 如果需要你再用手 轻轻地扶着地板 第六 仰卧起坐 Sit Up 错误的示范 双手抱着头 在这个动作呢 你已经把你的头包在一起 然后只是用手的力量把你的上半身卷上来 这样子对你的腹部的训练是效益不大的 同时呢 它其实更伤害你的腰椎 正确的动作执行呢 将你的双手放在头的后方 用两根手指头轻轻扶着你的头的重量 然后呢 你不需要到完整上来 你只需要做一半的动作 一半的动作 用肚子的力量把上半身卷上来 让你的手肘左右打开 好的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 在很多的训练动作当中 常见的六个错误 以及如何正确地去执行 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你 如果你是不想要重量的 就知道你的答案 我觉得大家感觉要有丁导的 如果您想要去执行的